两只车股的问题 2015 就是理想汽车来的 应该是 他说114元买入 有没有机会松绑呢? 那这个是Keith来的 那他就说听不清楚你的名字 那他就是我们的新嘉宾 曾啟帮他叫做Rex 那好,你回答一下那个理想汽车 嗯,理想汽车 其实跟刚才比亚迪的走势 也都是就是叫做类似 那他还好一点点的 那或者这么说 因为可能之前也都跌得多 就是比亚迪 那他现在叫做反弹上来 那2015 那我会看看哪一个位置是一个叫做不分界线 那现在其实他也仍在红区 那就是说是一个 仍然也是一个叫做大回小涨的格局 如果你说反弹目标的话 就是109.3 是的 就是如果你站不到109.3 其实都会仍然是慢慢向下沉 或者叫做捱着打的一个局面 那我想你要 有很多东西要配合的 例如中概股那个 delete那个问题 就是退市的问题要解决了 另外就是晶片问题了 那再加上要Tesla那边要做得好 就是龙头大概要再做得好 有很多的因素结合 他才好像之前那样狂升 那我想现在 你预到109元基本上已经有阻力 就是其实距离现在104元 就是今早9点半 最高见过就是105元那些位 那我想 都现在暂时这一浪已经叫做短线反弹圆了 就是都很近了 那所以你以为现在才来买 我觉得可能迟了一些 是的 那 还有这个股份你预了是低一点去拿 才会放心 因为你见到现在又近了高位 又有些沽 所以现在是你当反弹看待 都是 还有车股我想暂时都未必是第一二季 就是202年第一二季的选择 那譬如他114元买入了 那是应该反弹到什么位置去减持呢 如果是的话 如果114元其实都近之前那些高位 那 现在第一个位置是109元的 那就是我这边我电脑算出来是109元 那所以 我想要过109元才有机会去回 之前114元的位置 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他会不会尽量亏损少一点 做一个减钱先 因为我想你会 你现在这幅图你都见到 那个顶越来越低 那如果是的 现在都接近之前那些 区间的顶部 那所以 都是有机会 其实可能是涂申门去看待 好啊